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我是王海波 节目一开始问候您 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午后 今天我在节目中选择的是两个十组之后 而他们两个都是名家 梅宝九1934年出生 2016年病故 李世纪1933年出生 2016年病故 这是我要介绍的梅宝九与李世纪 一个是梅兰芳之子 一个是陈彦秋之女 我说的之女是因为 陈彦秋收了李世纪为一女 也很巧合的是梅宝九 是李世纪 他们都不是科班生 也就是说 他们都没进过细校 不像梅兰芳也好 陈彦秋也好 他们可都是进过细校的 或者说 我们说他们都是专业的演员 可是到今天 你也不会说梅宝九 是漂有下海 李世纪是漂有下海 因为他们只是没做科 而是家学私塾 或者像李世纪 他是从小就跟在 陈彦秋的身边学习 在生活中跟的陈彦秋 他可能比你在细校学的 还要扎实 还要多 这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两个人物 那么现在呢 我来跟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梅宝九 祖籍是江苏 生在上海 他曾经也是第七届 到第十二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我常在节目中讲 京剧的演员都有一个官衔 那所谓官衔应该是有 就是有几职 但是是不需要上班的 因为这是因为 他们在京剧的成就 而政协给予他们的头衔 每一次在什么 全国十大二十大开会的时候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京剧演员也在做 就是他们可能是 有一票投票权的 我一面跟听众朋友在说梅宝九 我一面在看网路上 我凭良心说 每一次当你看四大名弹 他们的变装照的时候 你会发现梅兰芳 他的那个温文儒雅 就是他的那个俊秀 每次我都说 蓝灵王就是因为长得太俊秀了 上战场 所以被敌人取笑 最后不得已磕了个真名的面貌 可是梅兰芳他就是这么俊秀 而且呢 他不管是拍变照 什么情况下 他的坐姿 他的站姿 或者是举手投足 不是说抚媚 像个女人 而是特别的绅士化 可是呢 梅宝九没有这个长相 梅宝九 那就是梅家排行老九 可是他前面 有很多的哥哥姐姐像梅宝月 也是一个渔派女老生 我不知道他其他的兄弟 但是梅宝九 其实跟梅兰芳的相貌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因为梅宝九 在两岸开放后 他到台湾 或者他来洛杉矶 你知道他来洛杉矶 进过好莱坞大剧院 也就是后来的 柯比大剧院 做过演出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举手投足当中 也似乎想 按照父亲的路数来走 但是呢 在他最后一次来洛杉矶 演出的时候 就是柯达剧院 我却也听到旁边很多人说 宝九到了晚年 扮相几乎跟梅兰芳一样 到了晚年 他的唱腔音色 也跟他的父亲神似 也就是说 如果你闭的眼睛听 你都不知道 这是梅宝九还是梅兰芳 梅宝九的晚年 收了很多的弟子 不管是上海的十一红 或者是北京的董圆圆 李胜素 同时还有台湾的 魏海敏 那么他最后一个官名弟子呢 应该是一个男蛋 叫胡文革 梅宝九对他是爱护有加 一直想让梅派艺术 可以从一个男演员的身上 继续传承下去 而梅宝九呢 他自个儿因为在文革期间 江青有一个不准男唱女 女唱男的命令下 梅宝九是离开了舞台 没有唱戏 但是后来恢复了 梅宝九再次上台 对观众来说是需要他的 因为人人都怀念梅兰芳 梅宝九复出之后 唱的都是梅兰芳的梅八出 每次看他的演出 我发现梅宝九个人也特别的喜欢唱 太真外传这出戏 但今天我为听众朋友选择的 是梅宝九的宇宙风里面 比较简短的一段唱 当然这也是梅八出其中的一个代表剧目 来请听众朋友一起欣赏 梅宝九的演唱 宇宙风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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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到我这个瞎聊 想到个话题 他们两个是同年故去的 你看当我们在说梁山博注音台 我们的中国爱情故事的悲剧 他们两个人虽非同年同月生 但是却是同年同月同日死 然后你再看罗密欧朱丽叶也是这个意思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现在我觉得很少夫妻再爱的死去活来 他也不会说这一句话 但是从桃园三结义 还有古代很多的就是那种 望空一拜 然后这个结拜金兰 就是结义的时候会说的话 虽然我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或者是同年同月同日 一块牵的手就走了 在历史故事里面 这种话题是蛮多的 但是现在的生活真的很少 可是你去翻书本 比如说鸳鸯种啦 是不是孔雀东南非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 但是现在我跟你再好 我也不会跟你好到说咱俩一块走 我想就是这个时代吧 为什么我说爱的再死去活来 他也不会同年同月同日走 你比如说这个路由与唐婉 这也是一个代表 哎呀 两个人刻骨铭心的爱 好了 最后因为路由的妈妈从中作梗 结果呢 唐婉 抑郁而终 但是路由并没有跟得走啊 他也又结婚了 而且活得八十岁了 他只是 每年会去那个省员去回忆一下 就是这个爱情 他被世人称之为一个很伟大的爱情 你觉得伟大吗 另外一方又娶妻了 而且还活了八二几岁 但是呢 你比如说那个牡丹亭 哎呀 两个人就是因为思念 好了 杜丽娘也是一语而终了 但你除非你的爱情能伟大到 因为柳梦梅对杜丽娘的爱 让这个爱情升华到最高境界 所以人死可以复生 哎 这是白先勇 在他的演讲里面特别喜欢讲的一句话 就是爱到最高的境界 人死是可以复生的 这话说了 虚无缥缈 或者说历史故事 在今天的社会 他是见不着的 哎呀 这扯什么呢 说了最后 其实我就是因为看到了 梅宝九和李世纪 他们两个人出生是前后年 梅宝九晚了一年 但是他们两个却在同年过去了 在2016年过去的那个时候呢 在中国的京剧 或者是中国的艺术圈 或者是整个中国 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知名度 而且都有一定的成就 再说了 他们两个人都有很多的弟子 李世纪收的徒弟里面 有李海燕 有刘桂娟 吕阳 而且李世纪 在他演唱的时候 因为他的琴师是他的先生 唐再兴 所以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 富拉富唱 朱连碧和 琴瑟和谜 那么梅宝九在他演唱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琴师是以前 梅兰芳的琴师江峰三 所以梅宝九还能够用到父亲的琴师 那真是为他锦上添花 好 今天的这一段呢 我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李世纪的女启戒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梅宝九的宇宙风 这回就请您欣赏李世纪的演唱 注意哦 在听李世纪演唱的时候 同时也要听李世纪的琴 因为琴师是他先生 而在李世纪的演唱当中 如果是现场他的先生 观众一定会为他的琴技而叫好 来 这是今天节目后半段为你介绍的李世纪的演唱 再一次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是王海波 下周见 梁牧苏三 到此不不愿望 直到今日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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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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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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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